卢台长的智慧语言 无形的 但能丰富你的生命 智慧虽然看不见 摸不着 无形无相 但是 你的生命是靠智慧活着的 没有智慧的人 生命是枯燥和无力的 什么事情都想不通 这个人还活着干什么 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智慧 想得出办法的人就是有智慧 台长经常讲 用伤害别人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因为你自己有缺点 你就伤害人家 这是修心之人 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一个人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一个人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我做的是对的 我认为怎么样 则少悔 这样就会少一点悔过 因为你太注重你的观点之后 你一定会后悔的 与人相处之道在于无限的容忍 如果不能够容忍 就不能够相处 一定要懂得容忍了 佛法讲的就是一种容忍 就是一种忍 忍辱 忍辱精进是进步很快的一种功德 当一个人能忍辱的时候 他的功德很大 当然 如果一个人身上有磨有杖 硬要容忍下去也不行 师父到人间来 可不是一味容忍人家的 修心还是要有一些限制 过去 比丘的戒律和比丘尼的戒律 有三百多条 想想看 这个和尚和尼姑还能够动吗 这么多的戒律 走也不是 做也不是 干什么都不是 只有念经 老老实实修心 戒律就是这么厉害 而我们现在是在家修行 要学会从他棒 任他匪 把火烧天 徒字疲 我闻恰如 引甘露 要消融顿入 不思议 任由别人去讲你的好坏 就等于用火去烧天 徒字疲劳 人家骂你 人家讲你不好 你就像是 引用甘露一样 当你身上有毛病的时候 没有人讲你 你不知道 等到有人骂你的时候 你会突然想 我是这样的吗 我要当心一点了 你改了 不就像引用甘露一样吗 你不要去想 他讲的对不对 有则改 无则免 要突然之间明白 就冰箫融化了 我不去想这件事情 我可以过去的 就像很多人 没有吵架之前 窝在心里 一直不开心 等到有一天 骂了 吵了 就算了 这不就是 冰箫融化了吗 就算恶言 对你来说 是功德 人家骂你 你要认为 这是功德啊 你要谢谢骂你的人 他在帮你 指出缺点 就像师父 讲你们徒弟一样的 师父不是 帮你们在 指出缺点吗 这不是师父 给你们身上 加功德吗 你改掉了这个毛病 是不是有功德了 你不改这个毛病 做出来的事情 是不是没功德了 不因诽谤起怨恨 就是不要因为 别人讲了你的不好 就起怨恨心 何表无声 辞人力 就是说 被人家骂 就能够生出 慈悲忍辱的力量 不被人家骂的人 生不出这种力量 越是被人家骂 这种慈忍力越强 一个人的忍耐力 是慢慢积累下来的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